但是接下去就要去想 不然黑板上就白血了 对不对 你看看第二个祭宋 第二个祭宋 你看我刚刚讲说 叶君他把两个祭宋合在一起 事实上我们看原文 你看他这个祭宋 第二个祭宋是在这个地方 他是讲四个旧境环 我们看中介师傅的文法分析 你看他也是这个祭宋是分开来 所以你要知道说每一个的翻译有他的风格 叶君他是把两个祭宋合并起来 事实上两个祭宋是分开来 那么这个祭宋讲什么呢 这个巴历文自己去看 因为讲太多巴历文有的人就说我下次不来了 所以不能讲太多 但是刚刚讲的那个工具的使用 你不会说我讲那些 然后正文讲的那么慢 下次不来了 应该不会这样 那些工具也是很好用的 对不对 是应该讲的 所以就很难拿 因为有一个法友跟我说 叫我多讲一点巴历文 我说有的人就跟我说不太喜欢 所以适度的 适度的讲 然后 这个第二个祭宋是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 第二个祭宋是讲说有四个旧敬法 此中细数记载于阿比达摩诸法义 你们看他用的是夺格 一般的字你会不会再加一个T 他 只要是名词他再加一个T 就是 一种夺格 夺格有 有他的 很多种但是 有一个通用的是加一个T Ato 就是夺格 那么这里为什么用夺格呢 你看在书里面讲 所说的阿比达摩语 根据究竟义总共有四种 因为这个Paramato 这个 因为是夺格 所以就是依据究竟义的意思 所以这里用夺格 你知道吗 就是说依据什么 德国 夺格 Aperative的意思 依据什么 依据这个究竟乏 究竟乏 有四种 就是心所摄跟内盘 有 这样 好 那 我们来看这里 那有四个 就是此中细数对法义 依的义有四种 你看这个依 就是因为这个依 所以那个用夺格 心所摄及内盘 摄一切法 心无语 这里先说 心法有四种 就是欲戒 色戒 胡色戒 跟初世间心 心可以分成欲戒 色戒 胡色戒 跟初世间心 有这四种心 练一下 究竟法 根据阿比达摩论 地 就是真地 有两种 世俗地跟究竟地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所以很快我们把它练过去 我们知道说 造书练的 的老师 不会是一个高明的老师 但是我还是要造练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练 比较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很快的把它练过去 世俗地指的是世俗的概念或观念 和表达方式 它包括组成 我们世间 还会受到分析的种种现象 譬如有情人 男人 女人 动物 以及看似很常不变的食物 在阿比达摩论的观点里面 这些现象并没有究竟的实意 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食物 在实际上 并不是不可再分解的究竟法 他们存在的方式是 概念化 与不真实的 他们只是由心构想化成的产物 并非基于其自性存在的究竟法 反之 当究竟法是基于他们各自的自性 而存在之法 这些法是最终存在不可再分解的单位 由亲身体验如实地分析之间的究竟法 此等实际存在的法不能再分解为更小 而是以分析至最小最终的单位 是组成种种错综复杂的现象的成分 由此他们被称为究竟法 Paramata 这个名称源自Paramata Paramata就是究竟最上最终 如果是Paramita的话就是波罗蜜 但是Paramata 以Ata就是真实法实物 Paramata就是究竟法的意思 不单只是本体学方 究竟法是究竟存在的实质 在自理学方面他们也是政治的究竟目标 有如可以从芝麻提炼 有人们也可以自世俗地当中提炼出究竟地 例如有情男人和女人出概念 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代表的东西 拥有不可再分割的究竟实体 然而当我们以Abitamo的分解器 明智底探究这些事物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其概念所代表的究竟实质 而只是由无常的明智过程所组成的现象 如此运用智慧分析世俗地 最终我们将会达到常在概念现象悲伙的究竟法 在Abitamo论里的究竟法 就是有这种超越新的想象 而各有自性之法 虽然究竟法是实际存在的实质 但由于他们非常维系维深奥 所以缺乏信念的人无法决施他们 这种人无法知见究竟法 因为他们的心受到 把究竟法包装成世俗现象的概念所蒙蔽 我有在应用如理作义 这个字也很重要 有人说Malaskara之下 人们才能够超越概念 直接取究竟法为其字的目标 如是究竟法被形容于 属于究竟字范围的目标 总共有四种究竟法 就是什么 心所 色跟内盘 这个四种究竟法 然后有这个心有四种心 欲界心 色界心 无色界心 初世间心 那么这里还是在解释四个究竟法 我们把这一段练完 在经教里 佛陀一般上把友情分为五种究竟法 就是色寿想行事五印 在阿比达玛论教 诸究竟法则归纳于四种类别 前面三种是心 心所以色 包含了一切有违法 就是因缘合和合成之法 那经教里的五印相等的这三种究竟法 四印在此就列为心 心这个字通常是用于代表 基于其相应心所得以分门卑类的诸事 我们在第二章讲心所 那心的那个心所 来区分这个心就更容易 那么在论教方面 五印的中间的三印受想行 则被列入心所 那么我们知道说 第二章讲这个心所 他是有五十二个心所 那你现在受想行 被列入五十二心所的时候 那么受跟想是独立出来 所以这个行就是有五十个心所 那心所跟是同身俱身 执行种种不同的作用 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 心所跟心是同身同媚 同所依同所言 执行种种不同的作用 在阿比达环论里面所列出的五十二心所当中 受印跟想印各是一种心所 那么为什么要把受印跟想印独立出来呢 因为在当时或者当时那个外道 有的人认为受就是我 想也是我 所以特别把它列出 把他这个定出来 把他这个独立出来 那行印在西文的五十种心所 那色印就是二十八个色 那么除了这三种有为究竟法之外 还有第四种究竟法就是属于无为法的究竟法 不是由于这个因缘和合法神之法 这个内盘不是因缘和合的 这个我们在第八章也会讲到 这不包括在五印之内的究竟法就是内盘 那么脱离诸有为法之苦法 达到最终解脱之法 如是在阿比达环论里 一共共有四种究竟法 心所设内盘 那我们下次就是要开始讲这个 预界星 色界星 毒色界星 初四界星 那因为我们前面所打的基础 就是导论导读 跟工具的使用 已经有花了一些时间了 所以后面的几乎就是直接 讲这个第一章里面的内容 所以后面的进度会比较快 因为前面我们有一些基础要先打下来 所以前面也会花一些时间 所以觉得好像是进度比较慢 那么现在我们请这个盘爹 就是带我们回向 然后之后代表大家跟盘爹到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八叉迷 四谢阿弥 五谢阿弥 三谢阿弥 五谢阿弥 三谢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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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谢阿弥现在我代表大家想异的高教